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基金经理赢钱币频道,我是朱sir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全新系列,我们以后逢星期一就会有这个环节,就解答各位观众留言的问题 今天就是2023年8月7号,星期一,今天港股整体来说相对比较沉悶一点 上星期五国家叫你入市炒股票,今天结果就不上不落 看看国家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就买回市场上去,那大家就可以看多几天 好了,那看看我们今个星期有什么问题了,我印象中留言都很多 但是涉及问题的暂时都不是太多,不过起码都有几条的,希望之后的问题可以再增加多一点 好,那事不宜遲,我们今天就逐条逐条去回答大家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1093和1299的走势是弱于大市 似乎就说是和基本面的关系不大,不知道朱sir对这两只股票有什么见解 好了,首先,1093如果在梅兔连续破了几个大位,即是包括了7元和6元这些大位都跌穿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说是完全是和基本面无关,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就是说,整体的石药,由头到尾,票面的PE都不是很高 但是整体的问题,或者隐藏的问题在哪里呢,我觉得主要有几点 第一,就是说,在整个药物的举阵里面,其中有一只药物 不可以叫单天宝至尊也好,都占了四分一个天下的营收 那我们就叫做一个因必谱,或者因必达 因必谱,因必达分为胶囊装和药针,即是针剂的装 这个药物主要来说是缺血性老率中 有些人不是太懂医学的那些,就直接说是什么来的 很简单,就是中风,就是中风,就是医中风的 这一只药物,其实在因必谱里面是属于一只神药 如果是在中风这个 sector那里 一年的销售都差不多去到50亿人民币或以上 这个药物,首先要注意到,其实去到2022年开始 那个专利权就已经到了 那专利权到了的初段,都有机会的,对于关公司的营收是没什么影响 或者是少影响,但是去到再多两三年之后呢 就肯定销售风策见了顶之余呢 那些仿製药一锅批是推债出来的时候呢 那其实呢,那个营收就会跌得比较劲的了 何况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药业一向是比较内卷的 你想想,有一只强劲的药是可以给你做仿製药的 你觉得那些仿製药推得快不快 为了推的品种凶不凶悍,厉不厉害呢 对因必泡的影响有多大呢 那大家就明白了 而第二,我们就是说,你也知道 现在我们中国很多药要估计 不要说就是那些普通的药,就是仿製药要集彩 而我们现在甚至波及創新药都说要集彩 那应该很多人都知道集彩是什么来的 而我们就是说,在1093里面的药物举阵里面 亦都有那个创新药都被政府搞定了,就拿来集彩 那于是呢,就是量升,价就暴跌 整体的营收也是下跌的 例如它有一只,是emission 几好的白胆白紫燦唇 亦都是被人做了集彩 而第三,我们就是说,之前很多人没有太多留意 它新冠临完之前,它有为国捐区去研究新冠疫苗 那整条线基本上都废债了 那你预计它的投资成本就20亿人民币以上 就预计了全部都是为国捐区 你明白什么意思 那这个又是增添了一个不好的因素 而到最后,而近期那个是所谓的下跌 你看到在我现在做节目的这一刻 你见到石药是跌了4.4% 那1801这个就跌了11% 兼且几天之内高低位值抛20% 那我们就是说又出现了一些新新闻 简单来说,就是医药就整顿贪腐 在五百多间医院里面,有百多医院的院长 这样就被人踏了回去或者自己自首 所以你从这都可以显示 哦,原来药物销售的真相 那些医院会不会是用这种药物 或者是不用这种药物呢 未必是通过公寓的过程 而是可能是直言 既然国家都打这件事 都可以直言 在一个节目那里 会不会是通过贪污受惠 然后接着就去促成一件事 那这个是这样的贪腐的缩整呢 会不会令到那些药物销售又有一段冰河期呢 或者是沉殖期呢 那这个就是市场的担忧 令到股价进一步来说下跌了 那所以总会而言 即是说石药他不断掃下去呢 是肯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那就是可能是基于以上我所说的这一堆理由的 那当然啦 你说跌到太厉害也可能会有残价的 那可能会反弹一下的 那我都不排除他会反弹一下 还是弹到这样的 应该得以积药居多的了 大家要记住呢 医药股呢 已经是连续 差不多两年呢 你哪一段买哪一段都输的了 那在趋势未有明朗之前 其实我觉得隔眼抄底 最要是你说 我为了昔日 或者是为了往后熊涛伪略的 我买我回来呢 我宁愿输五成 我往后要赢一倍 你这么大的熊涛大支 就没什么所谓 有机会 还是你说 如果我买可能只会反弹 我最多赢10%我就走 还是输 输我就赖皮不走 哇 如果你这样的话 医药股呢 你就千万不要测 好了 那第二只股票呢 就是1299 那1299呢 其实呢 我这个呢 就纯粹是直角而已 因为我觉得呢 其实以它这样的 正常的数真的角度 就不应该有图表那么弱的 我觉得呢 未免弱得太紧要了 对吧 它可以跌下去呢 上年呢 那些密集区的低位 亦都就是1299 作为一个重型蓝筹 它竟然现在的价格 是低过呢 是低过呢 是前面密集区的那些 这样的价位 我觉得都 有点点匪夷所思 而呢 另外我觉得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 就是说 为什么1299 它这么迟才公布业绩呢 如果我看部机没错的话 我去到8月 比较后段 很后才公布业绩的 正常来说 1299 不是应该就公布业绩来说 是先行部队 去公布业绩的吗 这个 而我们也有个不成文规定 就是说 越早公布业绩的公司 通常都会有个谱 起码他愿意早点完成的audit 对自己有信心的 有些东西不用遮遮门 就是我们会这样理解 尚快过你来房 要么就甚至不公布业绩 或者公布业绩得来 都要去到3月30日之前 就是year end 那一刻 最后那一秒才公布业绩 那变成1299 通常都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去回个主题 就是说 我也是想问 那为什么他今次公布业绩 是这么后公布的呢 没有有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呢 那这个是纯粹我自己有点担忧 或者你甚至说我小人之见 都没什么所谓的 那总之呢 如果你问我 你问这条问题 那我有发言的自由 那我会觉得 这个股份可以体定些才是好些 甚至呢 反正1299都动得不快的啦 这种这么慢的半大文像股份 公布业绩之后 发觉没有什么特别的隐患 如果价格仍是相对低位的 到时再做的话 起码明朗化后再做 就比利益摸着石头过河 那这个呢 就是我对1299的看法了 那第二条问题呢 就是 拉回上去先 那我们看看第二条问题 那你看到这条问题了 那他就是说 Amazon的业绩是怎样看 AWS呢 下半年就见底回升 利润率扩张 可否继续看一线 那首先呢 这个Amazon 关于业绩的分析呢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条片 是分析四大企业的详细业绩的 包括了Amazon Apple 高通 即是Qcom 和PayPal 那这条片呢 如无意外 明天就会发布出来的了 明天8月8日就会发布出来的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回 详细业绩的分析 但是如果在最精要的分析的角度 我觉得Amazon 刚才发问者的这一句 即是云计算的部分 下半年是见底回升呢 其实这一句可能要小心一点 因为是否真的说 下半年一定是见底回升呢 我觉得 都可能上代是有对相確的 其实就是说 整份业绩里面 我觉得 那个程式仍然相对比较差一点 就是云计算的部分 暂时按年的增长 都仍然是缩窄到12% 而最惨的就是 利润率是跌到近期的新低 那么 是不是就是说 相隔一个季度那么大把 它就可以立即 无论在利润率的角度 或者是回升百分比的角度 可以升得厉害呢 我都有少少的怀疑 因为我们就是说 在高利率环境的情况之下 在整堆企业 是放慢IT的支出 而令到云计算的需求放慢 我相信 因为现在未进入减息的周期 或者未去到企业完全适应 那便是说 会不会是说 很顺理成章直线的分析 我今次就是最低的点 我下季一定好 即是明天下雨 明天一定出阳光 那我觉得 有时未必可以 那么快 可以用线性 去进行推论 还有 就是说 其实Amazon 相对特别是 后期之秀 Google 相对的坏处在哪里呢 就是说 它的AI云的战比 仍然相对比较低 甚至就是三大巨头 Microsoft Amazon 还有Google 如果用百分比的角度去看 佔比的角度去看 它的AI佔比 基本上来说 是最弱的 也就是看回很多 一些传统的金融企业 传统的五百强企业 或者一些传统科技公司 它们的云计算需求 就多于那些 现在最时期的AI的需求 那便是说 它的高增长 是不是真的 一定是可以 进一步去提出 我觉得Google 就很大机会 Microsoft也有一定机会 但是Amazon 我觉得是有点保留 当然 也不剧透太多 否则没有人看我的影片 明天 我们的Amazon 分析的影片 就会详细出来 到时 就可以看回整个真相 或者我对于股价前景的判断 大家都可以详细地去看回 就交流切磋 OK 好 那我们带完Amazon 这条问题之后 我们又回答一下 就是一只美股 那就是AMD 那就是AMD 那网友只问 AMD就升到$185 那还有没有水位 我自己始终觉得 AMD的业绩 相对来说是一般 你要明白 它浪跌的盈利 都是只有$5.8 $5.8 一个季度 你将它乘4 这个只有$2.2 现在百多元的角度 百多元除$2.2 其实是60倍PE 但是问题是 有些人就辩驳 就是说 往后业绩会大幅地回复 那你有没有证据它的盈利 是会回复 即是由低位反弹100% 如果反弹100% 那真的不算太贵 反弹100% 那便会变成了30多倍 但如果反弹不了那么多 就算算计算一定反弹程度后的 adjustment 也可能是偏贵的 而我们就说AMD 始终在AI的部分 仍然比较弱 起步也相对迟了很多 譬如今年6月 亦推出了新产品 但GPU的产品 相对于英伟达的旧一代H100 就有弱缸的优势 也不是全部优势 而是弱缸优势 而相对于英伟达的H200 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不但如此 而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觉得AMD 而且最后一点就是 Datacenter 的部分 即是英伟达 现在很轻香 Datacenter 的部分 其实AMD的增长 或前景仍然相对 比较含糊 声称到第三季度 Datacenter 的部分 会有可观点的反弹 环比反弹 但无论如何 在营收的程式中 含金量一定会远伤于英伟达 总结论 我觉得AMD 就算要升 空间就恐怕未必是太多 最后 我看到上面还有问题 一个比较辟满的香港股票 也不是太多人做的 当然股票项目 昔日就不太辟满 就是13和黄医药 如果是资深股民都知道 13昔日就是和记黄报 鼎鼎大名的和记黄报 后来就通过私有花 然后就脱了牌 和一号仔合拼 而我们就说 13的名字就被黄黄医药了 他就问了 黄黄医药究竟是否可以 这个是游规转型的 那我们看看 当然 13的股价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今天又说到是塔院长 1093的分析都说过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是不是都跌了 他不管你俗称天皇老子 他都跌了 OK 好了 今天这所谓的跌势 你看到他也是 有些派化的迹象 虽然这个 在低位里也算是有所回升 我们就是说 这间公司整体而言 在客观上 都不算特别差 都OK 其实是 销售的增长都是放量的 不如说客观的数据 刚刚前几天公布的业绩 上半年营收是5.33亿 升了164% 其中总楼科是3.59亿 全部都是美元 升了2.94% 其中 他有一个叫做 呼 灰 替尼 他的字很难写 又难读 而且很巧合 再读一次 呼 灰 替尼 只是一个药物专 也是一个名称 这是他相对比较王牌的药物 亦都预期往后会有那么多的适应症 和消量会放量 包括直腸癌的部分 在美国经FDA優先批審 最后批審日期是11月30日 如无意外应该过得到 欧洲整体药物上市到6月已完成 而日本上市亦预计2023年以内可以完成 因此 当然他有其他药物的管线 但要注意 暂时两只最好的药物就是 灰 灰 替尼 以及 奔旭 替尼 根据这两只药物 根据预测 由2023年开始 这三年内的销售放量都会厉害 例如 灰替尼 有机会顺序 这三年的销售金码 顺序是0.9 1.5 和2.1亿 另外 奔旭替尼 0.3 0.5 和0.9 你会看到销售放量相对比较厉害 凭这两只相对比较重磅的药物 放量成功 我们可以得出这间公司 再对现在的市值 其实它的市销率相对比较低 你也知道药物公司的市销率高到7倍、9倍、10倍 但黄黄 如果以一个创新药公司 它有一个比较低的市销率 无论是比较低的股值 或者药卖放量的角度 我觉得如果股价回得相对比较多 应该也会有承接的空间 就未必像石药 或者其他不断破底的药物股 走势这么差 我预期和黄医药的走势 可能是中性偏好一点 就未必 总之就应该不会像其他破底的药物股 做得这么差 今天我们的答问分析影片暂时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赞好和留言支持 如果想学习更加进阶的奇权技巧 去赢钱博弈的话 记得欢迎参加我们的进阶期权免费教育广座 就点击下面的连结报名 到时我又会分享一些做好做淡的精选股票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是朱sir 今日 我是朱sir 是朱sir的